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额头是看一个人整体运势的 比如说性格、家庭婚姻以及早年的运势 俗话说天庭饱满 是人的运势是不会差 额头高就是发际线比较高 额头看起来比较宽 额头高的人一般都是比较聪明 这是从相学的角度来看 大概的这个一些内容 但是呢,女性面向当中最忌讳的是三高 就是额头高、颧骨高和鼻子高 鼻梁高 那么这种额头高好不好呢 尤其是在婚姻方面表现如何呢 首先是婚姻不太顺利 额头太高的女子在古代称为赵夫婧 在结婚之前找对象的时候 这个对男方也是挑剔的很 眼光高,觉得什么人都看不上 觉得别人都配不上自己 结婚以后呢,心气也是比较高 容易吹毛求疵 鸡蛋里挑骨头 有的时候呢,就经常看丈夫不对 总觉得丈夫做什么事情呢 都不合乎自己的心意 惹得男人呢 过够了这种伤自尊的生活 从而在婚姻当中有巨大的变动 这种高额头女人的婚姻是很少有幸福的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这个额头高的女人 心气太高,争强太,太争强好胜 所以说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总是要跟别人比较 所以说跟外人的关系不会太融洽 在老公面前呢,也不愿意失弱 有一种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一点点小问题总要辩解个是非对错 争个上风 因此呢,跟丈夫经常是闹矛盾 即使对方脾气非常好 也难得长期忍受 第三个特点呢,他总是生闷气 我们都知道在婚姻当中冷战呢 其实是冷暴力 这比吵架发泄出来更加让人难受 生闷气呢,既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还会这个不断的积累矛盾 额头呢,代表早年的运势 那种喜怒不言于色的类型 就是说他这个表现不表现出来 即使生气了,也是生闷气 不会发泄出来 但是他们的企图心呢 是一般女人是不能比的 没有能力的男人是很难驾驭这种女性的 除非是男人的颧骨可以高 男人颧骨太高的话 再加上一种肉包裹就可以驾驭得了 这种额头高的女人 从面相的角度来看这个姻缘 好了,有关这个额头高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行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